好,我们切换一下画面 我们画给各位看 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在画的过程当中对指令的使用 以及主要是希望各位能够培养 能够建立这三字图之间的相互的关系 比如说这条45度线的使用的方式 什么时候会用到它 通常是在于从上字图 有造型 你要展现在右侧视图的时候 那这条45路线就相当好用 或者是右侧视图的造型 要展现在上字图的时候 那就由这条45度的转换过来 那就也是相当的方便 你就不用再去量尺寸 这样子 所以这条45度它具有一种转换的作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使用LINE L 这时候就用不到射线 通常会用到射线 建构线 一定是在一开始 我们无法确定它多长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用射线或建构线 这一种无线延伸的 那如果我们确实的知道说是从哪边到哪边 那我们就先用线就可以了 用LINE L Enter一下以后呢 我们就从这个点点一下 拉到对面的这个端点点一下 OK,Enter结束 然后呢,接下来呢 那么在右键点一下 选择重复LINE这边 然后我们从锁中点 因为我刚刚聊一下 正好在中间 直指的拉上来 点一下 好,按个Enter 同学通常像这样子 它是从底下这个很明确的位置 拉上去的 请问一下 这一条直线 我们需要知道它多长吗 其实不用 因为这条直线是自然形成的 通常呢 我们会建议同学 到了后端 我们在讲标注的时候 这条线 你千万不要去标它多长 那一定是近似值而已 好,了解 所以呢 很多东西是自然形成的 你不用去刻意去标它 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就完成了 好,接下来我们把它对过来 对过来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从正式图来看 我量的结果呢 这边 它的左边有一道墙 宽度是8 那我这边要偏移 All Enter 为了让各位熟练快速键 我们尽量的不使用按钮 除非不得已 要不然我们尽量使用快速键 让各位慢慢熟练 好 给它发Enter一下以后 从这边点一下 往右方向拉过来 滑鼠线拉过来 代表它涨的方向 再把左键点下去之后啊 这边就完成了 好,按Enter结束 等一下 顺便 什么叫顺便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缺口 对不对 这边有一条直线 那我刚量的结果呢 是22 22 因为从这边算过来30 那你要从这边算过来也好 从这边算过来也好 都没关系 反正你自己不要算错就好 OK 那我就选到它 你看哦 我现在要做的是连续的偏移哦 所以我刚刚偏移过来之后呢 我并没有离开偏移的状态哦 我还是继续做它哦 我选到它以后呢 方向先拉 让它知道要往这边涨 好,它问你要多长 好,我就把22打进来 按个Enter 那就帮我把这条线定下来了 哦,这样子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按个Enter结束就可以了 因为呢 这边啊 有一条横线 对不对 横线去那里对呢 要从这边对过来 哦 那在这边啊 因为各位昨天已经有画了一天的基础了 哦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就顺便跟你讲一下 各位在画图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禁用使用追踪的方式 画图会比较快 它可以节省掉一些修剪的程序 什么叫追踪呢 好比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从这条线对过来 好,那你注意看 我在画的时候 第一个 所谓的追踪啊 就是说你在画图的时候 画图的时候 他通常会问你起点在哪里啦 或是终点在哪里或什么 当你要开始画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运用追踪的方式 那各位注意看 我现在做一次 我先执行L 代表我要画线 OK,Enter一下 一定是先执行主要的指令 像画图这些指令是主要的指令 好,那他问我第一点在哪里 对不对 那我呢 就先放在右边这个焦点处 端点啊 中点都没关系 只要有放 只要有在你要的点上 注意哦 不是叫你点下去哦 是放着就好 放上去就好 放在这个点上就好 好了 以后停个两三秒钟 内心莫属 一秒钟 两秒钟 好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 水平方向拉出来 有没有看到一条绿色的虚线跑出来 这条就叫做追踪线 你可以水平的拉过来 拉过来拉过来 追踪到你要的地位置 有没有 再把它点下去了 你看 所以我从这边就可以追踪过来 到我要的地方 起点 真正的起点是从这边开始 我再从这边点下去 然后拉过来 拉到这里 再把它点下去 OK 按个Enter 同学 像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省掉到后面 本来这条线要修剪掉的 你的修剪的程序越少 你画图的速度自然就越快 OK 所以呢 我们主要是告诉各位 其实在画图有很多的技巧 各位慢慢慢慢的 了解到 以后你就可以变成你自己的经验 或是变成你以后画图的一些小技巧 你的画图的速度可以慢慢的增加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面这里我们就把它修剪一下 那 TR 画图按两下Enter 就可以把不要的修掉了 这样子 按个Enter结束 好 上试图 正式图完成了 我们开始来画上试图 上试图的话呢 我们先把图缩小一点 各位在画图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很多同学 这样 同学图这么小 你觉得好画吗 对啊 可是很多同学都习惯图 画面说的很小 在那里面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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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要这样子 尽量把图呢 善用你的滚轮 往前滚往后滚 那么把图面呢 缩放到你要的大小 尽量 调整到合适再开始画 OK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画线的指令 L Enter一下以后呢 我先从这边先对好 先放好就好 不要点哦 放好就好 好 OK 放个两三秒钟之后 垂直拉上去 有没有看到那条虚线跑出来 绿色的虚线 到来到 上来到这边 取了一个焦点 再把它点下去啊 再画过来 再把它 注意哦 同学 是画到底吗 其实没有 对不对 它其实画到某个部分而已 对不对 好 来 注意看哦 我要继续使用追踪哦 因为我不晓得画到哪里 对不对 可是我知道 它是从这边对上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再移下来放在这边 先放个两三秒钟哦 放个两三秒钟就好了 不要点哦 放个两三秒钟以后呢 垂直移上去 有没有看到 它就放你再对上来了 拉拉拉拉拉 欸 是不是对到了 这样子 等一下又省掉一个修前的程序了 这样对不对 好 点下去之后呢 再垂直拉下来 这样子 这样就好了 这样了解了哦 好 那这边呢 是不是要修掉了 对哦 好 来 TR 两下 enter 不要的 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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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一下 结束哦 那这边的话呢 你从这一条就顺便删掉了 因为已经画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上试图呢 我们再把那条线补上来就可以了 L 我们看一下哦 在这边 先停个两三秒钟 我们再追踪上去 直直的拉上去 好 这边才是真正的起点哦 点下去之后呢 拉到对面 好 锁锤点 点下去之后 那么呢 趁你现在还有印象啊 等一下再画的时候啊 不妨可以尝试 用追踪的方法画画看 那如果对我讲完了 你对那个追踪 还是不是很有概念 你先看一下格力怎么画 后面的图 我就会尽量的 能够用追踪的 我就用追踪的方式来画 让各位慢慢熟练这个追踪的方式 好 那我们先画到这边 谢谢 那准备 坐ения 时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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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